好久不见 大家好 我是田富珍 很开心再次见到小畅 有幸被翻牌 被翻牌了耶 周六周五十二点 让我们聊聊小新月 聊聊小日常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欢迎回到小畅翻牌 各位好 我是小畅 上回是说到 田富珍这张专辑当中 有几只MV的拍摄 令粉丝们大呼不过瘾 因为有太多的镜头 是给到了风光和景致 还有其他的一些路人 田富珍本人的眼 并没有出现到很多 其中有特别聊到 人间烟火这首歌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整张专辑的色调 拍摄风格整体统一 整个团队是拉到了斯洛伐克 这个中欧内陆小国进行拍摄 他可能吧 也是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难得去到的地方 想让大家更多的能够看一些 平时看不到的风光和色彩吧 上一张去到 去到还蛮特别的地方 就是去到冰岛 这一次又跑到斯洛伐克去 对 那个国家的风情 因为每次跑的地方的 那个国家的风情 就不像是我们幻想中的 大众旅游目的地 因为对那边的风土人情 完全不了解 对啊 所以我先去 然后先把那边的特色跟风景 拍给大家 然后而且美化了之后 透过音乐 结合在一起 先让大家 是探探路嘛 对啊 先帮大家探探路 然后就可以去玩 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做旅游节目 请问斯洛伐克的风土人情 他们的人很朴实 我觉得好可爱 然后这个也是因为 我们拍日常这个专辑的视觉 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个斯洛伐克的摄影师 大队人嘛 就拉去那边拍摄 然后也因为这个摄影师 让我认识的这个国家 去到了这个地方 很通透明亮 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视觉 跟处理照片颜色的方式 蛮漂亮 他是在捷克的边上 对不对 对 这跟捷克有什么大区别吗 因为以前 我记得好像好多年前 大家拍MV 或者有一些电影啊什么的 还蛮爱去捷克 那个地方取景的 布拉格对 布拉格其实就比较像童话 很多像城堡啊 或者他的建筑物 看去童话感很重 然后斯洛伐克也是有 但是味道还是不一样 他多了一些颜色色彩 然后我们是先到奥地利的维也纳 然后再坐车过去 那维也纳到斯洛伐克 其实开车只要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其实他的风情也是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们都相邻 这几个国家几个城市都紧紧的相邻在一起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风格 你说有很多色彩 那这个城市给人的色彩的感觉 也是像你专辑的设计感觉一样 就是色彩很饱和的那种 他们的色彩有的时候会带一点点的灰阶 不是那么绝对 不是对精准的颜色 可能有一点粉有一点蓝 那个蓝是宝蓝吗 还是蓝绿色 它会是有点绝的那个颜色 那是好看是鲜艳的 然后体现在不只是建筑物上面 摆饰或者是你去喝咖啡的时候 咖啡厅的桌子 或者是车子 或者是他们甚至工业用的挖土机 或者是工程车 像调色盘一样调过的那种颜色 很多都这样搭起来都觉得很漂亮 所以去到那个国度 你才会知道 原来这个国度颜色是这么的 不一样这么的鲜艳 所以这个摄影师 他对颜色的敏锐度会是这么的高 听上去好像文青蛮爱去的地方 然后取景啊什么的 都还蛮随便拍都漂亮的那种 应该是 随便拍都漂亮有点困难 我自己拿手机随便拍都真的蛮 是真的蛮漂亮的 那这张专辑当中 也听到了你很多歌 像刚刚谈到的人间烟火这样的作品 听上去还是整个正能量满满 包括你平时在社交网络上面 给人的印象 大家都说你实在是正能量爆棚 就是告诉大家世界太美好 要好好享受 是啊 不要去想那些有的美的想太多 对因为想不出一个解答 你还不如开心 当然我也 我也是承认人本来就会有负面的情绪 所以 当然我是一个公众人 我不可能把负面情绪 散播出去 散播出去 但是我承认 人本来就会有高低起伏 各种情绪 是的 所以才会在专辑里面有 无用这一首歌 所以你 平时 我们说平时 因为像我前两天 刚采访贵公司的歌手 林又嘉 然后我就说 你的作品太多负面的东西了 情绪起伏太大 然后你就是你就是自己过不好 也让别人过不好 对不对 大家开玩笑了 就是每个人的作品给人的那个印象是不一样的 有些喜欢把自己的世界里面的那些敏感和纠结 跟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跟大家一起探讨 然后 期待有共鸣的人 共同思考 有些就是希望 给大家更多的正能量 因为日子还要过 世界还要前进 对不对 就太阳照常升起 就每个人给人作品印象不一样 但是我相信 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每个人 多多少少 私底下都会有一些自己负面的东西需要收拾 需要处理 那你在平时的那些负面的东西 你都是怎么去处理 或者我们平时是看不到 因为就像你说的 工作人物没有义务 也其实不必要把这些东西散播在人间 但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是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了吗 还是你怎么去处理和消化掉这些负面的东西 首先是可能可以跟姐妹聊 听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或者是自己回家 先把那个情绪先发泄掉 可能哭一哭 或者是听音乐 但那个是情绪面的东西 但今天为什么我会对这件事情 会有负面的观感 我会用非常理智的想法 去抽丝剥茧 一点一点的把它解开 然后我这个解开的能力非常的强 因为我觉得应该算是我的思考 还算蛮正面的 所以我会觉得 因为这样子 他并不是针对我 是因为他的立场 他的思考 做件事情 他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想今天我受到这个委屈跟伤害 他并不是针对我 只是针对他这个事件 他处理方式 他仅有的能量 做到这边了 所以于是怎么样 那如果下一次我要避免这个事情的话 我应该怎么怎么做 我这样想完之后 我就梳理完毕 然后我就可以愉快开心的 好理性哦 对 但前面我可能也会觉得 那一秒被刺伤的时候 被刺伤或者是觉得委屈的时候 可以先哭一两下 对啊 在家里可能可以宣泄自己 但是宣泄完之后 不能人生只有宣泄跟情绪化 我觉得情绪化结束之后 再来就是要用理智去想 那下一次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或者下一次 我无法控制这个事情 再碰上我的时候 我要用什么心情来面对 听上去就还是一般女生 很难掌握的一个理性分析的技能 就是很少有女生 能够这么理性的抽丝 去站在事物的背面 看到更多背后的很多关系 去分析事情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 但是这个是我 好像与生俱来 一直就会有的 而且我也会 几乎是每天的自我反省 就是今天我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那一秒其实我可以回答得更好 更EQ的去做那件事情 我会让别人更好受 或是什么的 我都会这样去想 所以我不只反省别人 我也会反省自己 所以总体来讲 你是一个偏感性的人 还是理性的人 听你刚刚讲 你还蛮有理性的一面 但是有感性爆棚 极度情绪控制不了 也不管 不要跟我讲道理的那一刻 越长大好像越不会 真的 我觉得任性 这就有点任 因为我觉得太长大 感性喷发的时候 可以在舞台上 因为我唱一首歌 不小心就有时候太投入 所以这些都消耗掉了 在台上消耗掉了 你唱一首歌 那首歌是带有愤怒的 那首歌是带有 戏虐玩笑的 你就大量的在那里面 释放那些情绪 而且把那些东西 丢进去里面 他在日常生活 人与人的相处 我觉得不需要 克制 克制 对 节制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动感101 每周六中午12点 陪你一起午餐的 和明星任性聊天的节目 小唱翻牌 我是小唱 今天节目当中 请到的是 Hibi田富珍小姐 前阵子发行的新专辑的名字呢 就叫日常 我记得上一次 在专辑渺小的时候采访他 有特别说到一首 让他在听demo的时候 就几乎要落泪的作品 叫无常 虽然最后在专辑当中 并不是什么主打歌 就静跳跳的躺在专辑 比较靠后的位置 让人很慢热的 就会爱上他 尤其在夜深人静 仔细咀嚼 那听到了这张专辑呢 同样也有这么一首 极度走心的歌曲 让田富珍在录音室的时候 就崩溃大哭 耗了很多情绪去拿捏 要把这首歌录好 到底这是哪一首歌呢 让他自己来跟我们揭晓吧 同时稍后呢 我们也会让大家 来听听看这首歌 他录得最辛苦 但也是我个人 最喜欢的专辑当中的那首歌 这次录专辑的时候 那么多歌里面 有哪一首歌 是你在录的时候 就超感性发挥 消耗掉了你的很多的感情 我记得上一章的时候 你特别有提到说 无常这首歌 因为你听的时候 就已经落泪了 然后录的时候 你也很有感觉 对 这一次是那个灵魂伴侣 两次都是那个 郑南写的歌 那真的是厉害 郑南跟蓝小斜 他们神标侠侣荡 那是太厉害了 这次是灵魂伴侣 就是情绪很澎湃 但是你还是必须要 不能让那个情绪整个 像洪水一般的泄洪 拉解掉 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 好好地录这首歌 就是要情绪很澎湃 但是如何适当恰当的 很真挚地录一个 恰到好处的情感 在CD里面 因为我觉得专辑是要 不停重复被播放 要听很久的 所以不能因为一时的 一时的冲动 泛滥 所以就录一个 可能哭腔很重啊 或者是情绪很崩溃的 那种录在专辑里面 所以看来现在 录歌的那个 制作人的标准 我不知道啊 就是早年可能心晓齐 在录一些歌的时候 李宗盛会说 你收得太紧了 你太克制了 你要哭出来 你一定有心事 没有讲出来 就是如果给他一首作品 其实真正戳到 他内心的某些部分 或者就是那一辈的歌手 在唱这些歌的时候 可能在演艺的时候 太跳脱出来了 其实你这首歌 是挖到了 我内心的某些部分 但是我千万不能 让我的这一面告诉你 所以他录的时候 就很克制 然后唱的时候 也很小心 就被制作人说 你根本就没有 唱出这首歌的点 你如果有情绪 你真的觉得这首歌 能够让你落泪或者哭 你就哭出来 然后真的是在录的时候 就真的是像你说的 泄洪一样的哭出来 然后那个情绪到那个点 录出来 就是那个制作人要的感觉 所以正好跟你刚刚讲 那种情况相反 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 对情感跟歌曲 诠释的方式的理念不一样 但是我并没有 其实我在录音是有哭啊 我就是唱到哭出来了 所以先停止录音 我先哭完了之后 我再录 因为你总不可能 因为那个哭可能 也像到音的那个抖了 对吧 对啊 就是已经音准都已经不准 会已经锁喉了嘛 所以这东西就是 我觉得要去拿捏 如何真的情感 真挚的表现 但是技术层面上 还是要唱一首歌嘛 还是要唱一首完整的 然后歌词也唱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你情绪泄洪 就是情绪崩溃啊 但是你情绪满到 你把这个情绪放在歌里面 好好地唱完它 那就是你厉害的地方 诶 所以你一直在那边 一直大哭 然后就录了一堆哭声 你觉得好慌疼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在演唱会上面 表现这一点 是不是更加戏剧性 大家不要爱看这些 如果因为你知道演唱会 并不是我们要去现场 听你跟那个专辑录的 效果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瑕疵 我们看演唱会 会非常期待歌手 在现场表现出崩溃 或者是走音 或者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各种状况 那些那些很戏剧性的一面 那我觉得我不会为了 要戏剧性 而没事在演唱会 故意哭 或者故意忘死 或故意什么 但是我觉得现场演唱 因为每一个乐器 想在你耳边 还有前面有时候 爱你的观众跟听众 其实那个情感 互相激荡的 那个渲染力是非常强 所以为什么很多歌手 在演唱会上面唱 很容易就很有感情的 就哭了 或是说唱不下去 其实我自己也有遇到 这种状况 但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就让它自然的发生 对 有时候真的hold不住 就先挤一两句 两三句 先就是迎框 先让自己的情绪 先沉淀一下 然后再接着拿起麦克风唱 或是有时候唱不下去的时候 歌迷很暖心 它就知道你 就是情绪已经很 开始掌声来了 他们就帮你接唱 对 帮你唱 那最后的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姐妹们的境况 姐妹们的境况 像Ella最近 如果大家打开电视 应该可以看到 她录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综艺节目跟实境秀 我要上学去吗 还有 那个 来把冠军 你也不用顺利的提高 成员加速嘛 还有什么 反正就非常多的节目 你还是非常用功和贴心的姐妹 就是把她的一些上的节目的通告 名字记得吧 你不用那么费心的去帮她做广告 只是想问一下 就是姐妹的生活状态啊 还有状况啊 都还蛮好的吧 好 就是还是被你们再亏 Ella还是很年老公吧 因为以前这个话题是落在Selena身上 然后最近有转移到她身上 就经常是老公呢 在哪里 就是你专辑不是有一首歌要送给她的吗 那个只是记者会 开开玩笑 要开个玩笑而已 对啊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一个人结婚 本来就是跟另外一半 她是你人生的另外一半 相依相威一起生活 她不跟她黏在一起 不跟她生活 她跟谁生活 所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只是拿来 揭语跟开玩笑 还有觉得 如果说叫我送一首专辑的歌给她 然后我送身体都知道 祝她身体健康 这会有点吗 这会有笑吗 这会很无聊啊 所以只是为了逗大家开心而 就是我们自我自己人 自我调侃而已 但是其实对她 我是充满了祝福 跟觉得她现在的状态 是非常非常棒的 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 然后那个人也这么的爱她 是能够幸福的一件事 本来就应该要黏在一起啊 那身体都知道 就有一个送给Selena 身体都知道 因为她现在就是瘦了嘛 然后又热爱运动 很好啊 所以她的身体都知道 然后我们的眼睛也都知道了 都看到了 她更结实 然后更正向 然后更有能量 我觉得她非常不容易 因为她的 就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去健身 去运动 可能面对的困难和挑战 都是想象不到的 就是没有她那么厉害 而且她坚持在马拉松这项运动上面 好苦 因为我自己跑步 就觉得好枯燥 对 因为会有一些撞墙期啊 身体上的限制 是的 更何况她 所以 我都觉得她是我的虚柔 真的是太厉害了 前面听你说 反正你娱乐圈的朋友 就他们两个 而且因为你们出道到现在 从少女时期到现在为止的友谊 大家都看得见 无论是工作上面 还是生活上面 所以希望 无论你们各自都接下来 会有什么其他的发展 三个人都能够一起加油 好好的 好 好不好 我们会加油 我们一直都在加油 一直都好好 好 谢谢黑笔 谢谢 拜拜